男人已经十天没上厕所了 他感觉自己的菊花要裂坦了 妻子被这霹雳啪啦的生命场心烦 直接带上尔赛睡了过去 他怎么也想不到 男人竟要生孩子了 他用尽吃奶的净咬住报纸 但后槽牙都要碎了 也没有一点用 只听一声惨叫 男人直接晕了过去 孩子也生出来了 但突然什么东西从阿伟面前晃过 这是什么情况 刚生出来的孩子竟然能走 孩子来到阿伟的公司 找到阿伟的同事 直接把同事咬死 做完这一切 孩子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菊花屋里 等阿伟再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此时他没有丝毫难受 看新闻时 他发现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投尸愈好 并且异常惨烈 恶心 但突然阿伟再次感觉菊花眼睛 他赶紧来到医院检查 医生给他做了尝镜 发现了一块膝肉 其余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突然一只怪物刺着牙出现犯案 医生吓坏了 随后怪物再次钻出来 直接把医生吸了进去 当阿伟再醒来 仍然没有任何感觉 但医生消失不见 故事也变少了 他觉得